美國國會報出唐烏醜聞,給政界投下震撼單 參議員梅蘭得知以美國敏感資訊作為交換涉嫌貪污遭起訴 將暫時卸下外交委員會主席身份直到審查程序結束 已經有聲音要梅蘭得知請辭議員 不過梅蘭得知在位對台灣可是相當友善 梅蘭得知也是參議院台灣連線共同主席領先多項對台友好法案 例如台灣政策法案包括提供台灣軍援資金制裁中國官員 以及要求國務院協調更改駐美代表出名稱 另一個台灣租稅協定法案要讓美台勞工及企業得以避免雙重課稅 梅蘭得知去年4月曾訪台也拜回過蔡總統 如今友台推手少一人專家怎麼看 整個華盛頓的氛圍基本上就是討厭共產黨討厭中共 這個我相信還會有人前夫後繼去補上他這個空缺 只不過說這對於這個台灣政策法的推動來講 應該算是一個小小的戰時的亂流 美國政壇震撼但台灣緊盯發展 TVBS新聞劉力沉流星期待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